好 讲到了北北基 讲到了台北市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台北市长的选战 当然台北市长选战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是柯文哲跟连胜文两边斗得很凶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柯文哲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在旁边的侧面观察也蛮有意思的 例如现在大家行程排得满满满 如何拿捏成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却发现柯文哲的手上从来不代表 那他怎么掌握时间呢 所有的行程都要靠幕僚来提醒 但既然分分秒秒都要掌握时间 为什么不代表 后来才知道他在接了叶克摩团队之后就不代表了 因为他说他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如果带着表的话 感觉上好像实时的要看表 要看下班时间 但对他来说只有上班时间 没有下班时间 我们的独家观察 没有来 可皮话都还没讲完就被旁边的幕僚强行拖走 不是怕他失言而是下一个行程来不及了 幕僚紧张到用跑的就怕下一个活动来不及 可皮跑行程全靠幕僚抓时间 谁叫他们的老板都不代表 仔细观察 可皮真的没代表 可别以为只是外科医生为求手术方便才不代表 上班就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柯文哲奉行原则没有时间表 那对手呢 亮晶晶的表框搭上性格的黑色表带 连胜文手上戴的可是知名的佩娜海明表 一支要价27万起跳 连胜文手表不离生 自己掌握每一分每一秒 连幕僚应该较轻松 记者黄彩林高培腾 伟家吉廖凯成 台北报道